大家好,我是小马 本期视频呢,是购源实战开发课程的第19期 本期的主题呢,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Go MySQL 操作之 Get Books ID 获取一本书 咱们上期视频,响应用户的post请求 向数据库当中添加了一本书,对吧 那么今天呢,咱们就编写 Get Books 呢,去读到这本书 该怎么做,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让咱们马上开始哦 好的,首先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只有一个 使用购源响应 Get Books ID 获取一本书 嫌少叙,马上进入到实战演习的部分 按照惯例,咱们还是先做画面演示 这个呢,是本地我已经跑起来的一个URL 现在呢,给您访问一下 代码呢,其实都给您编好 而且呢,我后端已经运行了购服务 那么咱们直接在浏览器,这个是小马的官网 进行一个访问,Let's go 大家请看,咱们上期添加了一本书 ID是一,所以说呢,咱们就正确读到 对吧,购源真好学,价格28,作者是小马 大家请看,咱们呢,通过一个简单的编码 做对象映射,咱们就可以从数据库当中 读到这本书,那么今天该具体怎么编码呢 咱们往下看哦 好的,今天呢,有两个工作要做 首先,咱们编写购源程序 今天呢,咱们要修改控制器 响应用户的Gate Books ID 请求 获取一本书,然后咱们运行调试 那么在接下来的操作视频当中 小马呢,就给您演示一下 咱们如何修改这个控制器 响应用户的Gate请求哦 然后,咱们考虾一本书